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证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藏语 我今见闻得受之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好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这部论典 前面已经讲了 二十七种非礼作义 那么每一个烦恼 现前的时候 我们应该入手而安住 因为前面世间关心 我可能每一个道理 讲得不一定清楚 但是大家应该知道 前面所讲的这些每一个烦恼 每一个睡眠出现的时候 不管是懈怠 懒惰 恐怖 还有一些贪心 诚心等等 这些烦恼现前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随着烦恼而转 自己尽量地安住在自己的境界当中 就是不要随着烦恼而转 造恶业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接下来过后 今天是讲舍仪 舍仪在颂词当中 是这样说的 这段话的意思应该清楚 我们时时刻刻都是应该观察 观察自己的心的相续当中 出现了没有 就前面所讲到的 一切人物的这种心 然后又要同时观察 我们自相续当中产生 没有前面所讲的 一些无意义的心态 一旦就发现了 自相续当中的确产生了烦恼 或者是无意义的这些状态的时候 那么我们以正知正念来 立即对治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 坚持不懈地 受持自己的 非常珍贵的菩提心 这个颂词应该这样来理解 那么我们从广德方面 来进行分析的时候 首先一定要观察 前面已经所分析的 所有的贪心 惩心 愚痴 以及懒惰 恐怖等等 这些心态实际上 对我们的精神来世 危害非常大的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 始终都是要观察自己的善门 尤其是在心态上面 继续观察 然后观察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相续当中的确已经产生了 前面所讲的一些 嗔恨心 贪心等等 这些烦恼产生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知道 它的危害性 知道它的过患 然后立即用我们的对治方法 来对治它 比如说生起嗔恨心的时候 用慈悲心来进行对治 然后生起贪心的时候 按照小乘佛教和一些 大乘佛教里面所讲的那样 不禁观 以不禁观来进行对治 生起愚痴的心态的时候 以缘起空性法来进行对治 这样以后自相续当中 还产生什么嫉妒心 傲慢心等等 这个时候也应该对治 寻找 比如说嫉妒用平等心 或者用姿态交换的心态来进行对治 产生傲慢心的时候 应该自我摧毁 摧毁我智的心态来进行对治 这样以后我们的修行 一定会如理如法 这是一件事情 然后第二件事情 如果我们相续当中 前面所讲的那样 比如说没有经过观察的时候 顺顺便便画地 割草 或者说一些 无关紧要的奇遇等等 做一些无有意义的时候 也应该发觉 我作为一个修行人 发菩提心的人 每天这样限制 有什么用呢 一定要在心里面 产生这样的念头 进行对治自己的 恒恒恶恶的状态 或者无作实实的行为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有些发了菩提心的人 真的这两件事情没有抓到 这两件事情 就是刚才所讲的 一个人经常要观察 我的相续当中 产生了没有染污的意识 不清净的心 一旦不清净的心产生的时候 马上要对治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还有我们平时喜欢 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有些法师 有些辅导员 什么时候休息 什么时候好好地闲一闲 我什么时候 可以好好地放松放松 实际上这是 非常不好的一种心态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 发菩提心的人来讲 不应该对自己的安乐 对自己的快乐而着想 当然作为一个凡夫人 有时候在念头上面 会产生这种念头 但是我们立刻都要认识 要发现它 发现之后要对治 因为作为一个发菩提心 实际上自己的时间和 自己的空间不应该有 我们自己的身口意 全部都已经 奉献给所有的众生了 那么现在应该为众生 什么时候有利益 一定要想到众生的利益 如果众生没有利益的时候 我稍微考虑一下 我的事情也可以 但是一般来讲 我们闻思修行 做任何一件事情 对众生应该是有利益的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怎么说 就是当相续当中 如果产生一些贪心 嗔心 慈善 什么智障毁他的一些心的时候 也一定要对治 然后如果我们相续当中 产生了一些无意义的 这个事情 经常会出现的 但作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来讲 经常发现自己的过失 我现在不能这样的 自己的心态一定要改过来 如果改过来 那就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平时 一定要改变自己 如果你没有改变自己 那么自己的心态很容易 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 懈怠的心 或者说一些懒惰的心 经常会出现的 因此首先我们一定要 断除无意义的事情 无意义的事 实际上在《学集论》当中 引用了《秘密广大经》的教证 也是这样说的 首先我们修行人必须要 护持自己的身体 要是护持自己身体 断绝危害众生 要断绝危害众生 必须要先做到 遣除无意义的事 所以一般来讲 发了菩提心的人 平时行住作物 都要观察自己 我现在做这件事情 对众生有没有意义 对我的解脱有没有意义 首先是要考虑的 这个问题 第一个 并不一定要考虑你的家庭 你自己的身体 这些方面经常考虑 那这不是一个 修行人的所谓 因此作为一个凡夫人 当然有时候会这样想 但是这个想法 并不是非常好的 因此我想我们一定要坚持 受持意 坚持这颗菩提心 当然这个菩提心 我看我们受持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自己也觉得可能有把握 或者说你正在学习 这部论典的时候 自己觉得我肯定 这个菩提心是不会舍弃 有这种念头 但是这个一定要在长期的串习 如果没有长期的串习 那么今天的想法 明天不一定存在的 以前我们藏族人当中 有一个俗话叫做 晚上睡觉的心态 早上起来的时候是没有 所以我今天 在闻思修行的过程当中 我认为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永远也是不能退市的 但是你到了一定的时候 逐渐逐渐你的心态 慢慢慢慢模糊了 慢慢慢慢淡化了 然后原来的这种决心 不一定非常坚固 所以这种心态 我们发的坚持菩提心的这种誓言 无论是我到哪一个社会当中 面向什么样的社会 踏上什么样的修行道路 我永远都是不能舍弃 自己应该有一个 坚定不移的信心 但这种信心要稳固 我想必须要长期的闻思 如果你没有长期的闻思 听法的过程当中 哦 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以后肯定不会舍弃 但是这一点 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来讲 遇到各种外缘的时候 经不起外缘的折磨 因此很容易退市道行 所以我们始终都是要求 大家学习论典 一定要很系统的 很认真的要学习很长的时间 这个是有这个要求 比如说我们有些人 现在学习《入行论》 学习《入行论》 当然是值得很高兴的事情 很多人学得比较不错的 但是你必须要有一种耐心 有些人说 我现在已经学了六个月了 非常不错 其实学一个佛教的知识 六个月还没有到一年 你到了一年 算是你已经上一岁了 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过生日 过一岁的生日 我想你作为一个 学习佛法的人来讲 最少要学十年 并不是你光是取一个法名 就是啊 我已经皈依佛门 已经十多年了 十多年的话 连基本的因果道理都不懂 你光是取一个名字十多年 有什么用呢 比如说十多年 取一个法名一百多年 也没有什么用的 你的相续跟原来的相续 是一模一样的 你整天都是搞你的从事世间法 那你的相续何时有改变呢 没有任何意义的 那么有些人认为 我现在已经出家了好多年 出家有好多年 只不过是你的身体出家了 心还没有出啊 心要出家 身体要真正变成一个 名副其实的修行人 我想唯一的方法 就是要学习十年以上 这是我希望 每一个佛教徒应该刻骨铭心 应该记得自己的心底 这是我们通过多长时间的闻思 应该得出来的一种敬念 现在很多人 闻思几个月 听几堂课 认为自己已经成了修行人 绝对是不行的 我们世间的任何一个学问 你学了最少也是学小学 中学 或者是学十年的文凭的话 我们看世间上能不能断晚饭 真正要得工作 做一个比较有智慧的人 能不能成为呢 在世间当中来讲 我看有十年的学历的人 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可能是很困难 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工作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作为佛教徒 佛教的知识 更是毫如眼海的 那么这种知识 你真正要当一个修行人 那么你最少 也是要学习十年 你如果学了十年以上 那么你就可以说 就像我们一个孩子 当了十岁以后 算是稍微已经长大了 但最好当他生二十岁 生二十岁或者二十几岁的时候 那他生活都可以自立了 就不用考虑 父母没有照顾 他自己应该学习二十多年 那么这个人肯定是 在世间当中 不管是到哪里去 都是别人不用担心 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佛教的团体当中很系统的 每天都是不离开闻思的 这样的道场当中 如果你学了十岁 二十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应该 一个老师或者上师或者其他人 天天照顾你都是不用的 因此我们觉得是要 坚持这个菩提心 你们有些人 啊 现在已经上师说了 这个菩提心是很重要的 以后不能退了 那我就不用学了 不用学《入行论》了 我就直接家里好好地修 家里好好地修的话 你最多是一个月的修行 没有看见过长期能修行的人 所以学习需要一种态度 这个态度必须要明确 否则你的这种道行 一定会退转的 这是没有什么的 这是很容易的 比如说你一岁的孩童 他生活之内的能力是有没有啊 没有啊 绝对是没有的 上了五岁的时候 我们还担心 他放在这个社会上 他不可能自学已经成才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问题 因为各种教育和环境的原因 很多人不太明白 希望大家一定要坚持这种菩提心 要坚持菩提心 长期地要学习 才能对治自相续当中的 无意和然无的心态 总而言之 作为一个修行人 经常都要观察 我现在所作所为 是不是做一些犯戒和犯罪的一些事情 应该要考虑 然后我现在所作所为 是不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今天论师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 如果做了这两件事情 作为一个修行人 觉得非常忏悔 立即忏悔 如果没有做这件事情 我所作所为都是对善法方面 或者说有意义的事情 那不管再怎么样累 或者有些身体疼痛 都活在这个世间上 有一定的意义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下面就是说 应该行持的善事 就是因事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断除的烦恼方面二十七种 如果你们详细说 应该能说得到 前面已经讲了二十七种 然后现在应该行持的 八种或者九种善法 这一点作为一个大乘修学者来讲 也是不可缺少的 那么首先 他这里讲的圣心 对因果也好 对善宝 或者对四弟十二缘起等 圣法有坚定不移的信心 如果没有信心 首先是不会趋入正法 即使你趋入你的法 不会成功的 所以信心是一切功德之缘 一切功德之母 因此我们在座的修行人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 哦 这个人的信心很大 从他外表的表情上 也可以看得出来 哦 他对上师 他对三宝 他对佛法 信心很大 马上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就是说 极肯定 从见解的角度来讲 我们经常说的是圣戒心 什么是圣戒心呢 自己所学的知识 不管是空性也好 对三宝 四弟方面的知识 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正见 断除他的一些违品 比如说邪见 怀疑 一些非力作义的这些违品 全部断除 让自己从内心当中 哦 对 前世后世必须存在的 那么三宝的加持和功德 就是不可思议的 并不是别人人与与与 而是真正从内心深处 产生一种定解 这叫做肯定 这一点也是不可缺少的 如果你对学佛 没有一个坚定的正见 那学什么也是不可靠的了 就是自己在表面上 学一点知识 现在在外面有些人 好像不管是你出家也好 或者是学习佛法 也是一种表面上 一种搞一种行事而已 它内心当中 对佛的恭敬心 对佛的正见 对因果的正性 都基本上都没有 这样的行为也不太有意义 没有意义的意思 第三个叫做见闻 所谓的见闻 不管是你的信心也好 你的见解一定要坚持稳固 就是坚持稳固 如果你没有稳固 随着风而飘荡 那你学习是不会成功的 不管是你的见解 你的信心 今天信仰这个法 明天信仰那个法 今天对这个上师有信心 明天跟着那个上师跑了 然后今天好像对这一个 有一点兴趣 这样以后 舍弃一个 接受一个 最后自己都是一无所得 就像汉塔学祖一样的故事 所以在自相续当中 一定要有一个稳固的见解 信心 稳固是非常重要 我们在《入菩萨行论》 从开头到现在 一直再三地强调 首先我们要看着 这个人会不会很稳固的 如果人很稳固的话 虽然他的智慧不是很高的 但是做任何一件事情 非常可靠 因此他的学习 有所成就 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条也就是说 共有力 一直对佛法 对上师 对三宝有信心 有恭敬心 恭敬心很重要的 很多功德都是 依靠恭敬心而得到的 比如说我们身体也经常 对三宝面前顶礼 语言说一些敬语 心里面非常的恭敬 这样以后 上师和诸佛菩萨的加持 轻而易举地得到 如果你相续当中 一点恭敬心都没有 那依靠这种法 怎么会得到呢 比如说有些人 学习《入行论》的时候 对佛法 对上师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传承上师们也好 对一些诸位菩萨有非常恭敬心 如果恭敬心都没有 哎 这个你法本给我拿过来 你如果不拿 我不许啊 有些人的态度 当然一方面是 可能比较愚痴的一种原因吧 那一方面 别人听起来的时候 哦 这个人对三宝的恭敬心 一点也没有 对一般来讲 我们所有的人 所有的这些道友 诸佛菩萨那样来观待 这样观待的时候 你不管说话也好 你不管做任何事情 应该有一种恭敬 优加才是对的 但有些人 态度都是完全不相同的 所以有时候 我们人与人之间 一面之交 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对三宝的信心 见解 还有他的文重 以及恭敬心等等 这些全部会一目了然的 因此这第四个功德 讲的是恭敬有力 那么第五个就是这种智禅 智禅作为一个修行人 前面也已经讲过了 一定要智禅有愧 如果没有智禅有愧的功德 那做什么事情 也是不能成功的 如果有了智禅的功德 就像《二规教言论》里面 再三的强调一样 什么样的功德 也会具足的 包括护法神 也是会护持的 以前在《银城会议录》当中 也是有这么一个公案吧 有一个叫做妙杆法师 他在刚开始修学的过程当中 非常非常的精进 然后日日夜夜的勤奋地修学 但他在修学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到了晚上的时候 经常打瞌睡 打瞌睡的时候他通过 采取各种方式来遮掌 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后来他自己为了惩罚自己 自己坐在一个特别高的悬崖 在这个悬崖上打瞌睡 如果我这样打瞌睡 那就只有堕下去了 堕下去肯定会没有希望了 那后来他这样 在特别危险的台上坐禅 坐禅的过程当中 有一次的确也是打瞌睡 打瞌睡以后就开始 从悬崖上掉下去了 掉下去的时候 他当时心里面也是想 噢 这次肯定是已经完蛋了 没命了 已经没有希望了 那个时候忽然到了 山班牙中间的时候 有一个人好像把他救护起来了 已经送上台了 那个时候他就问 是谁救了我的 然后在虚空当中 传出一种声音 说我是围托菩萨救护你的 当时这位法师心里面想 哎 还可以啊 我现在修行非常不错的 你看护法神都是亲自来救啊 那我还是修行很不错的 然后他就继续问 那像我这样的修行人 世界上是多不多啊 后来围托菩萨在虚空当中说 这是非常多的恨和杀数一样 但是你因为产生了傲慢心 在二十世当中 我不会护持你的 当他听到这个话之后 他就心里面特别的痛苦 觉得是 哎 这个护法神再也没有维护我的话 如何如何的困难 他就非常的伤心 但后来想 不管怎么样 现在护法师不离我了 不离我就不离我 还是我修我的话 还是非常惭愧 但是不管怎么样 也是要继续修持 后来他继续修持 也是在这个台上继续修 修过后 又后来打瞌睡 所以我们有时候 也可以看得出来 千百的这些高僧大德们 真的不仅是把白天的时间 全部用在修行上面 而且晚上短短的睡眠的时间 也并没有直接浪费 可是我们很多修行人 我今天听到有些人 八点钟 九点钟的时候还在打呼噜 他打的呼噜 听说是在外面的 木头房子 外面都听得到 那这样真的有点惭愧 这是极少数的人 当然我想这些人可能有一些理由 什么发心这样那样 但不管怎么样 我想我们有时候 对千百的这些高僧大德们 修行的精神比较起来 不管是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 有无数的这些大修行者 他们所有的时间 全部是用在要么利益中 要么自己修持方面 其他的一些散乱的因方面 几乎都是没有的 但现在大城市里面 有个别的一些人 所有的时间 用在一些无意义的上面 真正修行上面用的 也是非常少的 恰恰相反 所以有时候看起来也是这些 就是讲故事的过程当中 不得不掺杂一些有趣的话 所以我们刚才说 当时那个妙高法师 第二次有他打瞌睡 后来又掉下去了 当他掉下去的时候 他想说 我这次护法神 也不会救我的 肯定没命了 肯定完蛋了 那个时候 有一个人救护他了 他说 谁救我的 后来又说是维托菩萨 他说 你不是说 已经不救我了吗 二十世当中不救我 你今天为什么又来了 他说 正因为前一段时间 原来不是你产生傲慢心嘛 现在你产生一种惭愧心 觉得我很惭愧 不应该这样 当时产生的这个惭愧心 就是你的摧毁 你的罪业 而且胜过以前的一些 傲慢的心态 所以我今天也是救护你 所以从这个公案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 一般是自相续当中 产生傲慢 对修行来说 有一定的障碍 然后自己相续当中 产生一些惭愧心 我们有些道友犯了错误 就觉得自己 特别特别地后悔 就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在诸佛菩萨面前也好 上师面前也好 我作为一个修行人 为什么经常要犯这样的戒律 这种惭愧心 实际上真的在诸佛菩萨也好 护法神的眼前 将是非常伟大的 因此作为一个凡夫人 一般来讲 一点过失都不犯 恐怕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我们也是 意思就是说 要止禅有亏 止禅有亏 可以讲第六个功德 叫做为因果 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对因果 有人怎么说 哦 害怕以后我会不会堕落 这样做 犯因果的 造了恶业以后 一定会受惩罚的 有这样的心态 这一点作为修行人来讲 非常重要 如果你没有什么不怕因果 即使说你功德成就 成就的这种 自己认为有一定的成就 也没有利益的 以前坎布勇格 他也是这样讲的 有些人认为 自己已经证悟了 不怕因果 那么说明他没有证悟 他自己认为 自己已经证悟了 不怕因果的话 这种心态已经完全证明了 他没有证悟空性 真正证悟空性 就像以前莲花生大师说的那样 他的见解越来越高的时候 取舍因果是越来越细致的 因此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有些人是 啊 我不用听这些啊 我现在已经认识 我的心本来面目都可以了 你们整天都是这样苦苦地听法 苦苦地这样学法 有什么用呢 就像我这样自由自在的 证悟空性的人那样做 有些人口口声声地说这些话 然后自己始终认为是一种证悟者 但是真正的证悟者的口里面 不会出现这样的话语 因此我们对因果方面 一定要有一种小心精神之心 这样才是真正的修行人 第七个叫做寂静 所谓的寂静 我们的身体 语言以及心态 全部要得以精进 比如说身体寂静 那你的走路 你的一些生态 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哦 这个人是非常清净的一个修行人 他经常并没有动本细跑 或者平时坐在自己的家里 如果你出门 从他的威仪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相当的如何 然后他的语言寂静 从他的语言当中 语气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哦 这个人不说大话 那个人真的是一个修行人 人的一般的言辞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心里的境界 当然所谓的心的寂静 比较而言是有点困难的 但是心也是经常 不会忽视乱想 不会动想细想的 经常安住在他的 如理如法的状态当中 这叫做心寂静 因此平时作为学习佛法的人来讲 应该心要寂静 整天都是不要想什么 什么时候放假 什么时候休息啊 什么时候到星期天啊 那星期天的时候多好啊 整天都是数日子 今天是星期三 明天星期四 我看这个星期天 我怎么样休息好 怎么样吃好 一直真的想到这样 说明我们相续当中的菩提心 是真的很围弱的 真正相续当中已经生了菩提心 他对自我的 不管是休息也好 自我的快乐 这方面的耽作 应该说是非常的鲜少 应该想尽一切办法 通过各种方法来帮助众生 利益众生 哪怕是一个众生的相续当中 一刹那这种善心的念头 那他也是心甘情愿 花费很多的时间来做 现在我们许多的一些法师 就是他们的身心都非常的忙 但是都是为了一些众生 所以我们外面看出来 有些真正法拉菩提心的一些大法师 还是非常的随喜 非常的羡慕 虽然他们自己的这种时间 和自己的空间 应该说几乎都没有 但是为了弘扬佛法利益众生 经常也是忙忙碌碌的 这应该是值的 应该我们在座的一些 不管你是居士 你是出家人 应该每一个人都可以 有这方面的心 利益众生 我有时候这样认为的 现在有些人说 利益众生只要自己好好地 寄进地方修行到可以了 不一定要接触很多人 其实真的要你用利益众生的 这种事业要开展的话 一定要接触很多人 而且通过我们现在的一些 比如说现在的一些科技 现在的一些传媒 以各种途径 各种方法来 让很多的人了知佛法的真理 这一点我们对每个人来讲 也很重要的 然后要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弘扬佛法 那肯定不可能 一个人到两个人做这件事情 因此我们也是想 现在通过电视 通过网络 通过一些各种方便方法来 让众生了知佛法的真理 希望你们也真正是 如果是真正的佛法 不管是哪一个法师 都应该发心 都应该帮助 如果没有人帮助 所谓的缘起也是 一个人不可能 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除非是一些真正的德地菩萨 他可能一个身体 幻化一百个人 震动一百个世界 这样都是可以的 但现在显现上的 很多的上师们都是 可能这样震动一百个世界 不用说是 震动一个小房子 也是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我想还是有很多的居士 很多的法师 要护持一些法师的弘法历生 非常有必要的 如果没有人帮助 那么单单是一位法师 他可能发挥的作用 他弘法历生的范围 不一定非常广大 因此我们对哪一个 具有法相的善知识 大家也应该值得帮助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 自相学也是得到 真正的功德和利益 所以我们以后应该比较尽情 不要认为整天都是 什么时候我休息 什么时候我单独 什么事情都是不做 永远都已经离开弘法历生的事业 自己整天都是 吃吃喝喝当中做的话 那多么快乐 这就是小乘的心态 真的小乘行人 他始终自己要 希求一个寂灭的国外 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发了菩提心 不管你后悔 还是不后悔 现在一定要 你既然已经参加了这个团体 就想一定要 你要去 原来我们去学校里面读书 有一天有一个同学 他早上一直睡觉 然后那个值班的老师 用鞭子来打他 他说你既然上了这个学校 你一定要早上去参加锻炼身体 然后用一边打他 一边教育他 然后后来那个学生说 老师你不要打我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地从早上起来 第二天早上 他睡得更像 后来我们就笑 昨天他在老师面前说得那么好 今天他睡得更像 有时候可能我们人的习气 烦恼业力都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非常希望 真的我们发了菩提心以后 经常想到众生的利益 不要认为自己过得快乐就可以 这一点真的 《入菩萨行论》的教义就是这样的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这就是刚才讲了八种善事 其实这个八种善事 对我们修行人来讲 真的非常的重要 不管是信心 见解 恭敬 知才有愧 为因果 以及寂静和利益众生 这些事情 如果你自己好好地观察一下 你自己的相续 看看 当然我说是你 我自己好像从来 都是不需要观察一样的 但有时候自己观察的时候 真的也有点心里面都不舒服 我作为一个修行人 为什么这些都不具足啊 有时候这样想的 有时候自己觉得 算是也不是最差的 也不是最好的 自己有这种感觉 不管怎么样 我们前面所讲的这把条 大家还是应该好好地思维 好好地观想 然后自己具不具足 如果具足随喜 不具足 想尽办法 在相续当中具足 那么下面下一个颂词 欲知 欲知意不合 心皆莫生言 比乃火所胜 十亿因怀辞 那么这个颂词就是说 凡夫愚笨的众生 他的心很难以和和 他得到满意的话 有一定的困难 那么他不满意的时候 你的心最好不要生起厌烦心 为什么呢 这些凡夫的众生 一般都是通过烦恼而产生 所以他的心 不一定是和和的 所以我们看见一些可怜的众生 或者一些坏的人 这个时候不应该对他生起厌烦心 或者生起嗔恨心 应该以慈悲心来对待他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世间当中 所有这些众生的心态 是有千差万别的 应该说各种不同的意乐 不同的根机 因为释迦牟尼佛也是 为什么传八万四千法云呢 就是众生的根机和意乐 他的想法等等不相同 因此赚了这么多法 原因就是这样的 因此我们平时遇到这些众生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 比如说我今天赞叹一个人 对方也许高兴 也许不高兴 今天都说 我想我们最近学院当中 发心的人非常辛苦 今天基本上我们很多忆念的发心 基本上都已经圆满了 我想专门给他们发一点东西 后来我观察一下 有些人都讲的这个人不高兴 有些人高兴 后来我想多余的事情 有些人高兴 有些人不高兴 算了 干脆全部放下来 但意思是什么呢 的确确确众生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今天赞叹一个人 这个人可能高兴 那个人不高兴 也许我赞叹的那个人 他的性格也有关系的 有些人我赞叹他的时候 他就特别高兴 今天赞叹我了 应该很好 我以后好好地发现 有时候我赞叹他的时候 今天最好不要赞叹我 自己某某文文地做一点事情 为什么给我赞叹他 反而不高兴 所以众生的性格 完全是不相同的 我今天给一个东西 有些给东西不高兴 有些给东西非常高兴 这样以后有些人就看见 众生有各种各样的 这样的心态 那么始终是没办法 满足这么多的众生的心 然后自己心里面 开始产生一些厌烦心 度众生是非常困难的 以后我就算了 不度了 我自己学一些小乘的行为 那天我们不是舍利子 当时也是舍弃菩提心 也是以这个原因的 因此有时候我们看见 众生各自的心态 不相同的 以前我们藏人当中 也是有这样的俗话 三十个人有三十种心 那么三十头牦牛有六十只脚 所以众生的心态 完全都是不相同的 因此我们在不同的场合当中 有时候做任何一件事情 所有的众生得以满足 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我们所谓的凡夫人 很难以取语 很难以让他高兴 我想尽一切办法 让他高兴 结果反过来说 他肯定有一些事情不高兴 会有这种情况 比如说我们有些人 比如说一个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的一个组长 有些组长经常非常的负责 大家都说 哎 这个人是非常积极 好像自己要搞什么现金分子 如何如何看不惯 如果他不积极 哎 这个人是当组长有什么用呢 这个积极也不行 不积极也不行 我们有些人闭关的时候 闭关 哎 这个人多麻烦 什么都不出来了 这个人好像有问题 然后不闭关 哎 这个人整天都是外面跑来跑去 有问题 所以众生不管怎么样 你再次做的话 这个行事不满意 比如我在课堂上 快乐也不行 有很多人说 你说得太快了 我们听不懂 不要这样快 然后说慢一点 哎 你慢的话特别累的 所以没办法 我们没办法快一点了 后来我想不管怎么样 别人怎么样说 还是我自己 随着自己的因缘去做 做任何一件事情 全部得到满意的话 不可能的 有些官家 哎 好多人都不满意啊 所以我现在可不可以还呢 不然我会得罪很多人 有时候我听到这个话过后 就想起了这个颂词 全部得满足的话 包括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也是当时有提婆达多 三星比丘 有很多很多的人不满意 而且对释迦牟尼佛 也是在广传当中 进行说戒律不清净等等 也有一些毁谤 以前那个百丈禅师的 从他的传记和 他的有一关介绍当中来看 有些人也是毁谤他 说是破戒身 就是破戒身 还有以前的一些 比如说汉山大师 也是当时通过各种委屈 也是受过很多的折磨 包括太虚大师 在汉传佛教当中 很多法师的行为再怎么样清净 因为修行的境界 如何如何了不起的话 但别人总是对他有诽谤 总是 比如说一个法师的事业 越广大的时候 中间相当一部分人出来 无缘无故地进行毁谤 这种现象是经常存在的 所以说我们要利益众生 弘法利盛的时候 别人说什么呢 当然是有理由的话 我们也应该值得 接受别人的这种意见 但是一般没有意义的很多人 会各种各样的话 会说出来 因此我们不应该 特别地去执著 应该自己凭持自己的良心 凭持自己的善心来利益众生 这一点 在弘法利盛过程当中也好 自己修行过程当中 也是非常重要 有些人 哎 我什么都不敢做 要做的话 害怕别人说什么 别人说也无所谓吧 应该说你自己没有什么错的话 别人说什么是别人的事情 应该这样想 但是一方面我们也想 看到这些众生也应该非常可怜 他们没有持有 依靠烦恼而产生了这样的念头 出现了这样的语言 因此不但是对他不生嗔恨心 反而对他更加地 生起悲悯之心 佛陀在《佛娜《清闻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我们见到这些众生 造恶业的时候 就尽量地劝套他们 尽量劝套他们 恒生对他生起悲心 生起慈悲心 不应该对他生起嗔恨心 包括弥勒菩萨在《经庄严论》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有些众生无有自主地 恒常造一些罪业 当他造罪业的时候 作为一些智者来讲 不会执著他的过失 而经常说 他们不愿意的情况下 会行持这样颠倒的事 会颠倒的事情 他的悲悯心更加增长 这是在《经庄论》当中 也是有这样的记载 所以我们平时遇到一些恶劣的人 遇到一些坏人的时候 对他不但不生嗔恨心 而且生悲心 以前华智仁波切 有一天在 应该是在猎堂吧 在猎堂当时他给别人 宣讲《入菩萨行论》的时候 有一次有一位老年人 他对他也供养了一个银板 银子 像马蹄心的一个银子 供养了他 然后供养了他之后 当时华智仁波切一般来讲 对财产的执著是没有的 这是我们很多公案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 后来有一位小贼 他就看见华智仁波切有了银子 特别想托这个东西 后来一直跟着他 华智仁波切在那里 大概是带来六七天之后 他就离开该地 离开以后那个小徒一直追着他 到了晚上的时候 因为华智仁波切一般都是 以乞丐的形象 到处都流浪行走 然后当他住在一个 非常没有任何人的地方 晚上住在那里 华智仁波切经常带着一个瓦瓶 瓦瓶盒 还有一个小口袋 除此之外身上都没有什么 其实我们有时候 看见华智仁波切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这里的有些修行人 真的也是很轻松的 什么财产都是没有 什么东西都是没有 只要有吃的 有穿的就可以了 其他什么都不用 华智仁波切当时 住在一个地方的时候 那个口袋放在他的身边 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那个小徒一方面可能想抢他 他拿着鞭子 然后就开始翻带子 翻带子的时候 后来带子的声音 叫醒了华智仁波切 华智仁波切说 你在干什么 翻我的口袋 晚上半夜山根的时候 你要找什么呀 后来那个小徒说 我需要你拿的银瓣 你如果不给 我要开始打你了 当时华智仁波切笑着说 我这个银瓣一般都不执着 我原来传法的那个地方 我当时烧火 烧火的时候放在火堆当中 人在那儿了 你自己到那里去找吧 首先那个小徒有点不相信 那么珍贵的东西 怎么会是扔在那儿啊 后来华智仁波切 这样说了以后 他返回去 地地区区在火堆当中找了 这找了以后 已经找到了 找到之后 他就非常的深信心 他就觉得 真正的大成就者就是他一样 这么好的银瓣 他都没有带走 然后他拿了以后 他想我偷了这个东西 一定会是堕地狱的 我要到上师那里去忏悔 然后他又跟到那里来了 好不容易找到 华智仁波切的时候 华智仁波切问他 你又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呀 后来他说 我实在是不对 前一段时间想抢你 准备要打你 但是看了现在以后 你真的对财物的执著是没有的 因此我对你生起无比的信心 我今天专门到你那里来忏悔 你可不可以原谅我 华智仁波切说 不用忏悔 这个隐瞒你可以直接带走 我没有什么这方面的执著 但是你最好还是对三宝起信心 正常祈祷三宝 当时华智仁波切身边有几个人 准备狠狠地打他 你看他就抢我们上师的财产了 后来华智仁波切说 你们不要打我的弟子 如果你们打了他 实际上等于害了我的 最好不要打他 所以通过这种传记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其他人 遇到了一些小偷的时候 一直特别地生嗔恨心 原来有一个人 第一天来小偷 第二天的时候他拿着一个刀子 一直在屋里等着 所以跟以前大成就者的行为 完全是不相同的 如果华智仁波切 看到我们个别人的行为以后 恐怕会笑的 所以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方式来 看见一些可怜的众生 他们有时候真的在自己 怎么样对他好呢 他反而对我 造各种违缘或者害我 但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不应该对他生嗔恨心 现在世间上的有些人 啊我对这个人是如何如何好 他不但对我不好 反而对我如何如何 然后如果真的要有机会 拿着刀子杀他也是 根本没有什么困难一样的 从他的语言和从他的行为当中 可以看出来这种表情 但实际上作为一个发心者来讲 每一个众生都有他的一种烦恼 实际上他自己也是没有自由的 在烦恼的这种吹动下 他自己就像发疯了一样 根本没有办法 因此生嗔恨心也是这样的 生贪心也是这样的 过了以后你也许可能会觉得不对 但那个时候 事情都已经发生完了 因此我们遇到这种对境的时候 尽量自己入手而安住 尽量想到 这个众生是真的很可怜的 你看今天这个人开始进行骂我 今天这个人狠狠地打我 甚至可能他会杀我 啊 这个众生是真的很可怜 我就对他反而念一些阿弥陀佛 念一些信咒 如果能做到这样 那这就是真正的修行人 所以我们经常也说 不管是发心任何一个人 如果别人对你说什么 别人骂你的时候 你就千万不要出手 如果你真的用东西来打他 那个时候不管你有什么样 千错万错就是你的错 因为你是已经发了心的人 你发了心的人 那么别人是有利无利 凡事不管怎么样 你一定要安忍 当然这个安忍的道理 我们到时候安忍品的时候 讲得更详细 如果安忍品讲完了以后 你们谁也不会打架的 下面就是说 下面这个颂词也非常重要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为了利益自己和一切有情 应该行持无有罪业的事 更重要的事情 不但是做一些无有罪业的事情 而且要观如梦如幻 不要生起傲慢之心 恒使地受持这样的菩提心 这样的一种行为 那这就是大乘修行人的 最关键的一种修法 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任何一个人 都想要自己获得一些利益 但是最好的利益 就是要成就 在三极轮回当中 在苦海当中 谁不愿意解脱 一定要想获得解脱 然后这种自我解脱 是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心呢 实际上做解脱的目的 就是利益众生 所以我们一方面是 自己获得解脱 另一方面 成立在三极轮回当中 苦海当中的 这些可怜的众生 也应该通过 想尽一切办法来让他们多 所以我们为了利益自己 为了利益他众 利益他众一定要行持 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 没有利益的事情 千万不能做 尤其是危害众生的事情 作为一个发行者 千万千万都不能做 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 如果制造一些 害众生的一些事情 那真的是非常遗憾 不合理的 同时一定要按照佛陀的教言 诸我莫作 诸善奉行的 这样的原则 这样的规则 进行要求自己 这一点也很重要 不管是我们 在世间当中来讲 佛制罪也好 自行罪也好 这些所有的罪业 对我们的解脱是有害的 因此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他人的利益 行持有利的事情 不要造罪业 你看这里的每一个颂词 每一句当中 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 大家不要认为 啊 入菩萨行能是好动的 你看这个一个颂词 一个颂词只有几个字 这个很容易啊 千万不能这么想 每一个颂词的内容 真的是非常的殊胜 尤其是我们对每个人来讲 应该有一定的利益 就有一定的利益 如果我们真正能做到利益众生 又能做到不犯罪业 会不会自相续当中有一种傲慢性呢 肯定是有的 我现在你看 我弘法利生的事业 如是广大 就是我这里 比如说一个法师 啊 我这里有很多很多的皈依弟子 在那里也是有我的皈依弟子 这里也是有我的皈依弟子 这就是我的道场 有些法师从语气上看起来 自己满腹都是一种傲慢的习气 我现在我的事业 一天比一天发展 我现在未来的方针等等 这样宣说的时候 也实际上有一种傲慢的心态 其实有了傲慢的心态 那么这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 因此一定要观如梦如幻 就是《大圆满虚幻修行》 第二品里面 专门已经讲了 一切诸法是如幻的 我们以如幻的方式来修持 最后能获得如幻的果位 因此我最近正在看 《大圆满虚幻修行》的幻化品 真的学了以后 当然凡夫的心态就是这样的 一两天好像 什么都是幻化一样的 直觉的是幻化当中的 修行才有意义的 在幻化当中也是千万不能造罪 自己有非常甚深的体会 但是过一段时间 也可能变成抛阴了 变成一种无踪无垠了 可能会这样的 但是总的来讲 真的我们做任何一个善业 不能有这种傲慢的心 如果有傲慢的心 那善业是不能成功的 即使说你二地菩萨 认为自己是清净戒律 那么这也是破戒指 这也是破戒指 因此应该很常都是观想 一切的善法也好 一切恶法也好 全部都是幻化一样 没有自信的 然后自己有什么生起 傲慢之心呢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看 自己怎么说 以前整个人生的历程 来可以观察的时候 的的确确是 现在一回想起来 只有一个美好的回味以外 除此之外什么都是没有的 一无所有 以前不是米拉日巴尊者 从伟赃回来的时候 当时她的母亲已经死完了 她的妹妹已经变成乞丐了 当时他们家里的房屋 全部都倒塌 变成一块墙壁 就是一块墙壁 然后她原来家里面供奉的 这个宝积金 变成了鸟窝 后来她就唱了 一个非常精彩的无常之歌 无常幻化之歌 好像我记得 原来我在宣讲《入菩萨行论》的时候 用在大树当中 方便的时候 你们看一下 她那个道客的意义 滴滴缺缺 有时候我们看了 自己人生的经历 来观察的时候 一切都是幻化的 当时你什么样的执著呢 的的确确 没有什么样的意义 前几年的时候 当时我去我 原来读小学的地方 我就看了一下 我们当时的住处 原来我住的那个 有一个老出家人 那个出家人早就已经圆寂完了 当时我们的那一个房子 变成一块墙壁 然后当时我睡的地方 长了一个树 树种 后来整个周围 没有人员了 我到那里的时候 就想了想起 好像当时在自己 读小学时候的 各种各样的快乐 痛苦的经历 浮现在眼前 好像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 后来基本上过了 二十年的时间了 二十年的整个历程 好像像昨天的梦境一样 就已经过了 我看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也可能会有这种感受 每一次你到你的一些家乡 或者到你的童年时代的一些梦 现在浮现在 你的脑海当中的时候 都经常觉得 当时你特别执著的一些事情 人生就是一场梦 没有什么可执著的 这样一来 我们现在作为修行也好 自己认为自己学得不错 这些都是应该 对修行的一种障碍 不要有傲慢心 用了傲慢 那自相续当中真正的一些境界 不可能提升 因此我们一定要修持 这种如幻般的菩提心 那么以这个菩提心来扶持 那么自相续当中的修行 一定是有帮助的 那讲到这里吧 sust不吵 我们ividades 还有一个季节 不踩 现在我们在一身联系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